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从下个月起为政府提供清洁服务的承包商 必须在清理行业认证计划获得认证 而条件之一就是承包商必须采纳劳工运动推行的 渐进式薪金模式 以承诺调高清洁公寓的薪水 从下个月起 想要获得当局认证的清洁承包商 必须达到更严苛的标准 包括制定渐进式的加薪制 奖励成功提升技能的清洁工人 以财路支付员工薪水和委任一名生产力经理 引入新技术和提升工作流程 有些清洁公司可能担心 这些都会加升他们的成本 但是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 前来各个政府部门寻出帮助 在公有的培训方面 WDA就有他的这些做法 就是说能够帮助公司培训他们的公有 为了鼓励更多清洁公司 加入计划劳动力发展局将在未来两年 投入600多万元 协助培训将近8000名清洁工人 执总也有多项计划 协助公司抵消培训和购买仪器的费用 想要承包政府清洁合约的公司 必须在明年4月前获得认证